没见过这么奇怪的男人 来到机场买票却没有目的地 他只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往西边飞 空姐给了他一张飞往莫斯科的机票 可是下一秒 男人一拳干翻保安 夺过他手里的枪冲过安检 闯入一架即将起飞的客机 他持枪威胁机长 让他立即起飞 声称如果再不起飞 等太阳出来后 所有人都会被阳光杀死 机长以为男人是个神经病 于是想趁机夺枪 没想到却被子弹击穿手掌 可男人才不管他的死活 质疑要求他继续起飞 机长表示现在受了伤 已经无法独自完成起飞操作了 无奈之下 男人只好跑到客舱内找寻飞行员 多次询问后 退役女兵小雅举起了手 表示自己驾驶过直升机 男人让他赶紧过来帮忙 于是在两人的配合下 飞机终于起飞 这是机长问男人要飞去哪 飞机升空的一刹那 男人这才开始解释 原来他是一名北约少小 在一次执行任务时 意外得知太阳发生了变异 只要被阳光照射到的生物 都会立即灭亡 机长和小雅明显不相信少校所说的 少校望着两人怀疑的眼神 表示机长可以通过无线电向外求证 但在刚才无线电也被打坏了 于是现在只能暂时听从少校的安排 小雅看见机长的手还在流血 提出找医生来为机长处理伤口 于是来到客舱问现场有医生吗 黑妹颤巍巍地举起手 表示自己是个兽医 只在家里给朱智过病 小雅顾不得那么多 只好死马当活马医了 处理伤口时 机长让少校答应他 暂时不要将此事告诉机上乘客 避免引发恐慌 少校答应了 随后机长通过广播安抚乘客 并通知他们现在改到冰岛 乘客大山表示不满 另一名乘客帅妈也站了出来 他表示儿子小帅要去莫斯科做手术 然而少校却并不在意 举枪让他们服从命令 眼看着冲突再次发生 一声惊叫声打断了他们 原来是因为缺少麻醉药 黑妹直接用烧红的铁锯缝合伤口 然而这边刚处理完 那边的客舱内又突发紧急情况 只见一个小伙不停咳嗽 这时大山突然一把夺过少校的枪 并把他关进了厕所 接着大山又拿枪对准机长 表示自己刚才偷听到太阳变异的事 他让机长如实交代发生了什么 见形势如此 机长只能把所有事情都一一交代 表示他会在飞机降落时 联系当地警方将少校逮捕 大山见机长不像在撒谎 便把手里的枪交给了他 没过多久 飞机到达附近的机场准备降落 可地上的场景却让机长惊恐万分 这架飞机必须不停地向西飞 他要和太阳赛跑 因为太阳发生了变异 凡是被阳光照到的生物都会死去 透过窗户 机长看到地面火光冲天 人们疯狂涌向停机坪 在这种情况下 飞机根本没法安全着陆 乘客们也看到了这一幕 顿时陷入了恐慌 难道世界末日真的来了 机长意识到少校之前说的并非空穴来风 于是将他放了出来 少校再次重申 太阳发生了一遍 只要被阳光照射到 都会立马死亡 想要活下去就得和太阳赛跑 一路向西边飞 可驾驶室里的小雅打断了他们 飞机的燃料储备不足 他们必须要在附近的机场降落 补充燃料和食物 事已至此 乘客们都接受了这个残酷的事实 帅妈不断安慰怀里的儿子 网红妹躲进厕所录下临终遗言 而黑妹则一直在照顾那个咳嗽的小伙 此时她已经奄奄一息了 临死之前终于说出了腹痛的真相 原来她在登机前吞食了几颗钻石 导致腹枪破裂最后不治身亡 就在这时飞机也准备降落 但由于少校先前开枪损坏了不少设备 机长只能进行紧急迫降 谁也无法预料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只能紧紧抓住扶手 等待命运的安排 好在机长经验丰富 小雅也没让人失望 飞机在最后一刻安全着陆 乘客们赶紧下了飞机 连上弯发后才发现 少校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就在这时 一辆越野车开了过来 接着下来三名士兵 他们自称是飞行员和机械师 表示想要加入他们的逃亡队伍 而众人也从他们的对话中得知 那就是即使藏进防空洞 也无法躲过太阳的辐射 众人再也不敢耽搁 赶紧开始搜集物资 然而帅妈却执意要留下 因为小帅患病不能长时间飞行 而且她也根本不相信什么世界末日 情急之下小雅直接抱住帅妈 又让空姐赶紧带走南海 在黑妹的帮助下 给她注射了一针镇定计 强行将他们带上了飞机 众人也都回到了飞机上 空姐赶紧关闭舱门 末日航班再次起飞 然而他们并不知道 危险已经悄悄来临 这架飞机要和太阳赛跑 如果被阳光照到 那么所有乘客都会立即死亡 为了把太阳永远甩在身后 他们只能一路向西飞行 在新来士兵的帮助下 纪师阿福修好了无线电和网络 众人通过网上的新闻得知 原来太阳磁场发生了逆转 剧烈爆炸形成伽马射线爆 一旦被照射到就会瞬间死亡 众人这才完全相信 世界末日真的降临了 就在这时 大山把小雅悄悄拉到一旁 因为他通过新闻发现 那三名士兵竟然在撒谎 他们的真实身份并不是军人 而是极度危险的战争犯 本以为能一起换奈女工 没想到如今反而隐狼入室 没一会儿 客舱内就出现了争斗 其中一名士兵暴露出本性 一位老人想要出手阻拦 却被他尸手打死 他掏出枪威胁众人不要轻举妄动 众人碍于他手里有枪 也不敢和他们硬碰硬 为了摆脱他们 小雅和机长当着他的面 用一口流利的中文交流了事情的经过 机长得知后有些紧张 但小雅已经想好了对策 在下次降落搜寻物资时 设计甩掉他们三人 转眼间就到了一个小型机场 这时距离日出只有两个小时了 为了节约时间 机长安排众人分头行动 并刻意安排那三名士兵一组 但三人的警惕性太高 他们要求技师和空姐同行 一路上他们发现大量遇害的行人 而在另一边 机长向乘客揭露了士兵的真面目 并且要求众人收集物资后立即返回 机长表示已经给技师传递了信号 让他趁机带着空姐甩开士兵回到这里 来到一家便利店 技师看准时机将三人反锁 他一边解释一边拽着空姐逃走 可空姐却不幸指责他翻脸无情 无奈之下技师只好自己逃走 紧接着三人打坏门锁追了出去 发现技师已经开车逃走 连忙开着另一辆车追了上去 空姐意识到不对追了上去 但他还是晚了一步 就在飞机马上要起飞时 技师终于驾车赶了过来 等他登上飞机后 大山急忙踢开楼梯关上舱门 三名士兵也迅速杀到 他们拼命追赶不断开枪射击 迫于无奈 机长只能抛下空姐紧急起飞 而一名士兵还在一路追赶 等到飞机离地瞬间 他竟然消失得无影无踪